天上一阵黑股东 好似白面望下扔 道比耳色来得冲 柳絮花飞一般同 黑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坟头道比馒头大 顶是个大窟窿 这是这个下雪诗一首 把这首诗说完了 现在我来说一段单口的相声 一个人说 这段相声啊 这个笑话出在什么年间呢 明朝的故事 在这个明朝诸鸿五死了 太孙继位 就是建文帝 这个事情呢出在南京 南京啊有个水西门 在水西门大街 有这么一个豆腐房 豆房掌柜的姓谢 谢老叫谢佩然 他是这个山东人 到了这个南京开了个豆腐房 老两口子 五十岁了 没儿没女 这个豆腐房呢是这么一个小院 有三间北房 两间东房 一间西房 就这么一个小院 在院子里头呢 自己呀卖豆腐 摸豆腐 都是两口子 自己摸自己卖 有时候呢 老谢呢 还得挑着两个豆腐桶 下街去卖去 五十岁 没儿没女 赶到五十岁这年呢 老两口子病了 一个病还不要紧 俩人全病了 这个老谢呀 就跟他老伴说 我说老婆子 你看看 咱呢 没儿子不要紧呢 哪怕有个闺女啊 还是半自治老呢 这晚上全木油啊 这可怎么办呢 这讲嘞 哎 真是的 你说咱这全病嘞 咱们怎么 怎么出去做妹妹去呢 嗯 你能不能毒气的 给我养一个 那怎么毒气的呀 好 说过这话去呀 过了些日子 老两口子都好了 那么这好了之后呢 老谢呀 就是盼儿子新生 哎 你说呀 可巧 这不是两口子盼儿子吗 大奶奶身怀有孕 赶到过年那天 那个大胖小子 呵 老谢挺高兴 哎 这就行嘞 哎 有了儿嘞 好嘞 有了儿就不抽闺女 老两口子 把这孩子爱如长上明珠一般 长来长去 这孩子长到六岁 老谢呀 又烦了 为什么呢 六岁 这孩子不会说话 老谢惹个气 你看看 没有儿子 别强求 好用 有了还是哑巴 倒霉呀 见谁跟谁说这话 这孩子呢 别看哑巴 挺聪明 机灵极了 可是啊 一看人家写字啊 他就凑过去 一看人念书啊 他也听 这功夫别人就说了 老谢 你这孩子 不是哑巴 你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 我告诉你 十哑九龙 是哑巴 他叫龙子 你叫他 他听不见 你们这孩子不是 人一叫他 他就过来 人家念书 他就听着 那怎么能是哑巴呢 你这么着吧 你呀 买几本书 把他送他上学 到学房让他念书 看看他是哑巴不是 老谢一听 哦 这个学房铺里还致哑巴 啊 什么叫学房铺致哑巴呀 你买书吧 买什么书呀 三字经买的像签字文 你上啊 那个街东咯 罗老师那去 罗先生很有学问 你去吧 老谢也知道 罗老师在什么地方住 就赶紧的买了三本书 带着这孩子 走 跟我上学 你送这孩子上学 你就广送这孩子得了 他不见 别耽误做买卖 挑着这两个豆腐桶 哎 一边摇混 一边啊 找这罗老师去 豆腐 豆腐 可是已然到了罗老师门口了 像那你要叫门就先叫门 要卖豆腐就先摇混豆腐 他不去 一块来 豆腐 先生 豆腐 先生 先生一听 我怎么称豆腐先生了 出来一看是老谢 哎 老谢 我短你豆腐钱呢 啊 不短呢 不短你这豆腐先生像话吗 哈哈 老师你俩不知道哎 我送来那个小儿啊 上这儿你俩鼠来了 哦 这是你的孩子 对嘞 几岁了 六岁 哎 小孩长得啊 挺机灵的 来来来进来吧 一个小白胖小子 挺好 老师也很高兴 那么老谢呢 挑着挑着就跟进来了 喊到了屋里头 老谢 你这孩子六岁 叫什么名字 叫 他叫牙巴 像话吗 人有起名字叫牙巴的吗 你看他不会说话 那不是牙巴吗 先生一听 你诚心拿我开玩笑啊 这孩子不会说话 哑巴 你往这送 我怎么教啊 本来嘛 在明朝那时候还没有聋哑学校呢 老师一听啊 很生气 去去去 领走 哎 老师 你不知道啊 人别人说的 说你这个学坊铺里头致牙巴 哎 你越说我越糊涂 这叫什么话呀 干脆我问问他吧 过来 你点手 这小孩过来了 你多大了 这孩子说了话了 哎 老师 我六岁了 老谢一听 蹦起来了 哇 学坊铺之牙巴 好嘞 哎 这个小可真奇怪啊 六岁不说话 怎么到学坊他说话了 倒不是别的 因为啊 老谢两口子呀 把这孩子疼的什么似的 每天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孩子啊 不愿意听 一听人念书啊 他就过去 在家里也不愿意说话 话呀 早就会说了 老谢不知道 啊 哎 谢谢你老师 我走嘞 家人说你先别走 这孩子在我这念书 你知道 我这每月是 数修钱 四调 说现在话就是学费 这小孩啊 在我这念 四代钱数修钱 哎 我说先生 我跟你赏量赏量 咱是一个穷人呢 假的目前呢 没钱我就白教吗 也不能白教 反正这么说呗 我必然有份忍心 你叫这孩子念一天数啊 我呢 就今天送两块豆腐来 先生一听 哦 合着我这教学都换了豆腐吃了 啊 这像话吗 干脆我也不要你的豆腐 你这么着吧 三节两寿啊 你要有力量呢 就来一趟 没力量呢 你也甭忘心了去 我把你这孩子 给你教育成名 好好 那谢谢你了呗 反正三节两寿的 没别的说的 我必然有份忍心 哎 小儿啊 你就跟老十字那样说呗 老谢呢 挑着挑着走了 先生呢 就问这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老师 我父亲刚才不跟您说了吗 他管我叫哑巴 那多难听啊 别的名字呢 没有 对了 你爸爸也起不出什么名字了 哎呀 真可笑 我听说了 你们家里头 连你这辈子呀 齐辈了 你要再没念过书啊 就是你们家了 齐辈子没有一个念书的人 嘿 好 我给你起个名吧 现在我看你前途不可限量 将来能够一步上进 给你起名叫谢进谢洪魁 这小孩一听啊 马上就给老师磕头 干嘛呀 谢谢老师赐名 旁边的小学生啊 一听啊 大伙都乐了 哎 老师 他 他姓谢就别叫进了 他叫进呢 不是这孩子谢了进了吗 嗨 胡说 这是哪个进呢 老师呢 就在这个谢进的书上 给他写出来 就是这个进朝的进字 加脚丝 谢进 谢洪魁 来吧 来吧 念书吧 头一本念什么呢 小孩先念呢 是百家姓 来 赵天孙礼 谢进就念 赵天孙礼 周吴正王 周吴正王 逢尘处位 逢尘处位 江沈寒阳 江沈寒阳 朱亲有许 朱亲有许 和吕士章 和吕士章 去念去吧 嗯 老师 您给我上三趟 我不念 老师一听 对 头一天上学 贪多脚不烂 好了 那么给您上两趟吧 嗯 两趟我也不念 上一趟啊 一趟我还不念 一 一趟都不念 那你就走吧 老师 我父亲让您 把我教育成名 您为什么让我走呢 一趟才拔个字 有上半趟书的吗 一天念一个字号啊 不是老师 您给上的书太少了 嗯 多呀 我就念了 啊 嘿 奇怪 我教这么些年书 还没有说呀 嫌这个上书 上的少的呢 那么好 三趟少 给您上四趟 我不念 半篇 我不念 那么给您上一篇啊 一篇我也不念 一篇你都不念 那么依着你念多少 嗯最少一本 一本 这都心情事情 不是广念 一会你还得背呢 要背不下来我可打 老师您给我上一本 如果背不下来老师则打 弟子绝无怨言 嘿好 那好上一本 老师也生气了 来念 赵前孙礼 赵江孙礼 周屋正王 周屋正王 逢尘处位 逢尘处位 江沈寒阳 江沈寒阳 司徒司空 司徒司空 百家姓忠 百家姓忠 一本念去吧 啊 那位说怎么这么快呀 那当然得快呀 不快我这念一本 百家姓 我就甭往下说书了 可不是吗 到百家姓忠就完了 去念去吧 这小孩拿着书本 到书桌子那 往凳子上一坐 向别人念书啊 他都有折有运 都得晃悠 赵前孙礼 周屋正王 逢尘处位 江山寒阳 脑袋得晃悠 为什么呢 这叫盲其神 忘其累 你要说脑袋也不晃悠 身子也不动欢 俩眼睛静看着书 赵前孙礼 周屋正王 逢尘处位 睡着了 那怎么趴在书桌子上了 老死盯着书也不行 他就得晃了 这孩子特别 把书本拿过来 他不念 一看呢 这个赵前孙礼 这赵字怎么写 书桌子上有墨水壶 就是盐墨用的凉水 他要拿手指头 沾点水 就在桌子上写这个赵子 他也不知道先下哪笔 就看着那个字写 赵 赵写完了呢 又写钱 再写尊 再写礼 他这一不念 挨着他旁边的小孩一看 哎 你怎么不念呢 你不念 回头你背不下来 老师可打你呀 在那时候教书啊 没有别的办法 教私俗就讲的是什么呀 念背打 上学来念 念完了背 背不下来 打 就会这个念背打 那么那小孩呢 就告诉他 你要背不下来 老师打你 谢进呢 连看他都不看他 还能沾这墨水壶的凉水 在桌上写 他一个人看就完了 这个小孩又拽了一个 哎 师哥 你看 这孩子刚来 他怎么不念书啊 你看他那干嘛呢 这拽那个 那拽那个 哎 你看他这干嘛呢 他怎么不念呢 他好嘛 这叫那 那叫这个 一会儿工夫 这书房里头八十多人 都不念书了 全看谢进 是书房里鸦雀无声 老师呢 正在那看三国呢 看着看着一听 没人念书 老师纳闷 嗯 我这是书房 怎么变了冰教了 啊 一个说话的都没有 一看好 小孩直瞒瞪眼 看着谢进呢 谢进在桌上 也不是画了什么呢 老师一看很生气 呵 这孩子啊 每天我这学生都好好念书 就是他来全给带了坏了 啊 奇怪 老师也不理他们 心说 我这看书 摆这段看完了 我就让你们背书 背不下来呀 我是挨着个儿的打 老师摆这段三国看完了 赶到这个时候 就把这个墙上的板子摘下来了 往书桌子上 啪的迷放 来呀 背书 这一说背书啊 小孩都一哆嗦 背 背什么呀 一句还没念呢 谁让你不念的 老师不管那个 你过来先背 一指这小孩 这孩子念什么呀 三字经 是人之初姓本善 姓相近 习相远 狗不叫姓乃千 叫之道贵乙专 刚念会四趟 背呀 刚背些一趟来 怎么那都没念呢 这孩子呀 也机灵 拿着这书本过来 在那段 您看我小时候 我还念过这个四书呢 拿着书本啊 得冲这个圣人牌位 一作一 然后冲老师一作一 摆这书本啊 搁在书桌子上 转过两天 站在那 这叫背书 这孩子呢 拿着这三字经 冲这圣人牌位 一作一 冲老师一作一 一转两 转过身去 可是转过身去了 应当他摆这书本啊 得合上 他没有 他念了四趟啊 他就翻着这天 搁在桌子上了 那意思呢 老师多在听学生背书啊 都是这个闭着眼睛 为什么呢 你错一点 他就听出来了 老师这闭着眼睛 这孩子一想呢 你这闭着眼睛 嘿 我背不下来呢 我回头望月 我偷着瞧 就行了 哪知道啊 老师也机灵 老师一看这孩子 鬼鬼祟祟的就过来了 一看书本还这么翻着呢 老师啊 啪 把这本书给翻个了 这孩子呢 还不知道呢 任志出兴本山 下卷忘了 他回头偷着瞧瞧 他不知道老师 把这书本给翻过来了 回头一瞧吓一跳 任志出兴本山 你回头 翻过来 看不见不能背 没有念 老师说你这都什么呀 老师这个气呀 拿书本去 跪那念去 这孩子拿着书本 往这一跪 兴相敬 兴相远 狗不交 兴乃千 我怎么刚才没背下来呢 废话 他刚才你不是没念吗 啊 这孩子没背下来 老师再叫第二个 来背 这个念上论语 子曰学儿实习之 子曰记着 学儿记着 往下全望 子曰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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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说你爱听这句是怎么着 往下背 背起来好吃饭 子曰学儿要吃饭 学儿要吃饭 好孩子 跪那念去 这也没背下来 那也没背下来 简断结说 书房里八十个小学生 一个都没背下来 老师这个气呀 嘿 每天小孩也不这样 今儿也不是怎么了 让这谢进来了 啊 给大伙都谢了劲了 合上 全没背下来 最后 该找这个谢进背书 老师心说 你要背不下来 你瞧我怎么打你 谢进 过来背书 谢进 不慌不忙 拿着书本 到这会儿 冲圣人牌位 一作一 冲老师一作一 在书本自己 就翻过去了 一转身 赵前孙礼 周我正王 逢尘处位 江山寒阳 司徒司空 百家姓中 呦 败下来了 老师一听 不对 谢进 你要不说实话 我一定要打你 你大概是 在别的学房 念过书 念过这百家姓 对不对 嗯 老师 我没念过 您没听我父亲说吗 我到您这 我才说话 在家里 我还不会说话呢 是真的吗 跪着那孩子 打茬了 哎 老师 我知道 他外号叫小哑巴 老师说 谁问你呢 刚才你那书 没背下来 我念呢 人之初心门山 好 他又念上了 老师一想 哈哈哈哈 都别念了 去去放学了 回家吃饭去吧 呃 吃完饭回来 不上生疏了 温血手术 再背不下来 咱是挨着个儿的打 放学了 都回家吃饭 走在街上啊 别的小孩就叫 哎 谢进 你没念 你怎么会背下来了 你在那干嘛呢 谢进 也不理他们 自己回家吃饭 吃完饭赶紧的 就上学 他老师头一个到书房 老师呢 很爱惜他 赶到下午呢 老师说 来吧 念吧 呃 你们都温血手术吧 不上生疏了 谢进呢 把这个三子精拿过来了 哎 老师 他们没背下来啊 呃 您不给他们上生疏 我背下来了 您应当给我上生疏 来 您给我上这本三子精 老师说怎么着 早晨念的百节性 下午念三子精 明儿个呢 签字文 明信节 一天念两本 一天念两本 那好了 两月以后 是你教个我 我教个你啊 哎 老师 您教个我 我教你什么呀 没听说那么快的 我告诉你 餐多嚼不烂 你还得明白怎么讲呢 老师呢 一看这孩子念书很用心呢 就给这孩子讲 然后呢 别的小孩啊 没讲 老师就给他讲 什么叫人之初 怎么叫性本善 怎么叫性向进 怎么叫习相远 就给讲 这一讲啊 别的小孩呢 也愿意老师给讲 老师说 你们先别讲呢 啊 你们等都 一天能念一本书 我再给你们讲 听见没有 你们好好念吧 哎 好好念吧 好好念 也念不了一本 打这起天天 这个老师啊 对待谢进 这个功课 是特别的勤 简短节说吧 这孩子就在学房里头 念了兵一年 到了年底了 哼 这孩子出口成章 没事就爱作诗 他这作诗可这样 竟惹祸 怎么竟惹祸呀 有一天呢 他爸爸呀 挑着豆腐桶 到这会卖豆腐 哎 正敢放学 他爸爸就领着他 走呗 咱人俩一块回家吃饭去呗 哎 快到他们家门口了 有这么一个面铺 梁殿 这梁殿台阶上啊 坐着两个和尚 围着一大圈子人呢 看这和尚 这俩和尚怎么回事啊 有二位公差压着 肩板上扛着木头夹 是个犯罪的人 谢进这么一瞧啊 嘿 我听老师说了 出家人 跳出三界外部在五行中 怎么会犯了罪了 行了 我呀 过去拿他们取取笑 这孩子过来了 哎 二位大师父 你们 带的这叫什么呀 和尚一听就不愿意啊 这叫家 你们是不是犯了罪了 是啊 嘿 二位大师父 我给你们做一首诗 你们看好玩吗 俩和尚一听怎么着 这么点小孩会做诗 好好 嗯 我们听听你说吧 哎 小孩用手一指 说师父 你 出家 又带家 和尚一听 对呀 我是出家的和尚 又带着家 不错 往下说 哎 嗯 落法 又犯法 哎对 落法和尚 又犯了国家的王法了 两块无情木 家作大西瓜 和尚说 你谁家的孩子 拿不脑袋当西瓜了 啊 呵 这怎么回事 像 和尚这么一嚷 二位公差执找 这孩子谁谁带来的 老谢在旁边 哎 那什么 这孩子没主 没主 没主 你说什么劲 还不快走 哎 你看惹祸了 你胡说什么东西 把这孩子 领回家来了 你刚才你怎么说的 我那是做师 做什么事 他这你别做事了 你做事情惹祸可不行 这句话没说完 好 没过两天呢 这祸惹得更大了 放学回家呀 正敢下大雨 瓢泼似的这么大的雨 这孩子就往家跑 还没到家呢 雨太大了 哎 他看见那个 曹丞相啊 当朝的宰相 丞相府 这个后门这会儿 大门洞 有好些个管家呀 在那会儿看下雨的凉亏呢 他呢 这孩子想奔这门洞 这会儿 避避雨 望上这么一跑 上台阶没留神 刺刀跋滑倒了 睡了一身泥一身水 这些个管家呢 宰相门前七品官 大伙一看这孩子摔倒了 大伙一笑 哈哈 好啊 这孩子一想呀 你们这是什么毛病啊 我这么点小孩睡倒了 你们瞧这倒可笑了 好了 骂你们两句 这孩子过来了 哎 众位叔叔大爷 刚才你们笑什么呢 呃 大伙一听 他问来了 怎么说 叫你睡倒了 不像话 想了一想 那什么 我们笑啊 你刚才摔倒了 你没哭 我们笑了 一琢磨这句话 也不像话 人家没哭 你干嘛笑呢 小孩一听 哦 我摔倒了 没哭 你们笑了 我跟你们 作为叔叔大爷们 做一首诗 你们看好玩吗 哦 你这么点小孩会做诗 哈哈 你你做诗 我们听听 你说吧 哎 我说啊 我说春雨贵如油 哎 对 春雨贵如油 孩子怎么样 嗯 下地满街流 对呀 栽倒我学生 还怎么样 笑坏一群牛 啊 我们成牛了 这孩子你怎么骂人呢 啊 什么叫笑坏一群牛啊 男们都当牛浪 这谁家的孩子 找他们家去 那个说我认识 这是那个豆腐房 谢老的儿子 走走走 找他们家去 好 主人多大 奴才多大 宰相门前七品官 这帮管家 底下人 谁惹得起啊 一窝蜂似的 四五个 就跟着这孩子 到豆腐房 老谢 管你们孩子不管 老谢出了一看 哎哟 这个几位管家大人 哪这孩子 怎么嘚瑟你们呢 怎么嘚瑟了 他骂我吗 啊 他上门洞避雨 这倒没关系啊 连完事 他摔倒了 我们笑了 我们笑是什么呀 我们笑啊 这么点小孩摔倒了 没哭 好 他上来他骂人 他 他怎么骂嘞 怎么骂呀 他做事 你这孩子又做事 又骂人了 嗯 爹爹 我没骂人 你没骂人 人家说 你骂人了 你怎么没骂人呢 你刚才做那首诗 你不是骂我们吗 嗯 我没骂 你没骂 你刚才你说了没有 嗯 爹爹 我说那首诗 我说是 您听听 是骂人 不是 好呗 你说呗 我说 春雨 跪如油 夏地 满街流 栽倒 我学生 笑坏 众朋友 我就这么说的 这怎么算骂人呢 啊 对了 管家大人 他没骂呀 啊 你的孩子 真能说瞎话 你说栽倒 你学生 笑坏 一群牛 你怎么又说笑坏众朋友了 对呀 你这孩子到底怎么说的 嗯 爹爹 我是说笑坏众朋友 我拿他们是当朋友 他们愿意当牛呢 咱也没办法 我 我们怎么那么倒霉呀 嘿 这孩子真坏透了啊 老先生 你好好管理管理他 要不是接了接方呢 非揍他不可 下回可不许了 这几位呢 也就走了 老谢就说 你这孩子 你别惹祸了 好呗 啊 好好的念你的书 你做什么事 敢到时候就催这孩子上学 这孩子也不用人催 念书啊 那是 甭说 除了有病 没病 一天也没请过假 也没逛过课 简断节说吧 这孩子上学三年 这三年呢 五经四书 念全了 诗书一礼春秋 靠六经当讲求 完全都讲过了 什么唐诗啊 老师也都给他讲了 这三年呢 到了九岁 这孩子是 吟诗达对 出口成章 章嘴就来 章嘴就作诗 章嘴啊 就能够 做福对子 赶到了年轻 赶到了年底些 老师说 现在呀 放年假了 你们明年到初六 再来上学 别的小孩呢都走了 谢静过来了 老师 我初一就来 我给您拜年了 老师说 你呀 拜年行 你把书桌子拿走吧 老师 我明年还得念书呢 老师说明年呢 甭念了 嗯 怎么了 怎么了 废话 过年来是你教我 我教个你啊 嗯 您教我 我教你什么呀 我肚子里都空了 听见没有 我就问你这么一句吧 将来你要一步上进 百为师搁到什么地方 哎 老师 弟子 如果一步上进 我必不忘 我是教育之恩 好小子 人俩就这么一句话了 你买书桌子拿家去吧 来呀 给你两袋钱 买鞭炮 加了过年去吧 哼 这孩子 白念三年书 还落两袋钱 老师怎么着 根本没找他们家要过钱 结了年了 老谢来给买点东西 不买也就那么回事 这叫什么天下爷娘爱好的 老师也爱惜这孩子 那么这孩子谢了谢老师 夹着书桌子 在这儿回家 什么书桌子 就是三块木头板 盯得也很轻 这孩子到家 进门一看呢 他爹跟他妈正忙着呢 他妈那烧火 他爹那做炸豆腐呢 干嘛呀 连些人做素菜呀 他们带卖炸豆腐 爹 妈 回来了 小儿 来绑着烧火 让你妈捂了切豆腐 哎 你这孩子怎么把熟桌子拿回来了 嗯 放学了 放学你明年还得用呢 明年老师不让我去了 你偷气来了 没有 没有怎么不让你去 老师说明年去世 他教个我 我教个他呀 是什么 你能搅个他呀 得了 你便下车了 好嘞好嘞 三家咯啊 哎呀 连我这辈子是六辈子 没有一个认识字的 到你这七辈子了 你能认识字就算好嘞 你还有多大的学问 还他搅个你 你搅个他呀 长大了能够系两块豆腐啊 就得嘞 还没意思啊 这孩子呀 在豆腐房管账 他就知足了 他可不知道这孩子多大学问 来呗 烧火 这叫炸豆腐 摆豆腐炸出来 走呗 跟我上街 嗯 爹 老师还给我两个钱 让我买鞭炮 对啊 买鞭炮 嗯 走 咱上街买点鱼买点肉 好好的过过年 给你妈妈买鸡多会儿的 啊 给你买点扁炮 然后呢 咱们 买买 买鸡腐对子 咱们贴一贴 小孩已经买对子 嗯 爹爹 要贴对帘 不必去买 不买怎么着啊 您买纸 我写得了 老歇一听 怎么说 你会写对子 嘿嘿 我跟你说 小孩小孩 咱家喽啊 连我这辈子 是六辈子 没有一个认识字的 轮的小子这 你能写不对子 小孩小孩 你是开水叫分呢 简直就算 气了足了 他也不知道 哪那么些调皮话 好嘞 我买这个纸买来 你写得好好的 铁道门外 老子逛才 小子你的脸面 来呗 赶紧的就买纸 买的顶好的纸 买回来 这孩子呢 就裁纸 心里想 我这副对子写什么 我要写那个 生意兴隆 通色海 财源茂盛 达三江 俗了 有什么 汉瓦当文 颜面异寿 周同盘明 富贵吉祥 什么红饭 五福先严富 大学师 张办理财 那有什么意思 不贴这俗对 我呀 找个题 写一副好的 贴在门外 让过路人 这么一看 不以为我们这是豆腐房 那我才算露脸呢 这孩子想到这会儿呢 只裁好了 莫言得了 把笔油放下了 自己啊 就出了屋门 出了街门 干嘛呀 找题 大门外要写一副对子 好好的 开开大门 往对面一看 嘿 有了题了 对棍啊 正是这个曹丞相府 他的后花园子 丞相呢 这个人好重竹子 后花园一片青竹茂盛 那么高的院墙啊 接着这后花园墙 竹子还露着挺高 有这么句话 松竹梅岁寒三有 这个东西冬天 他也那么好看 战青碧绿 小孩这么一看 这竹子这么好 嘿 灵机一动 行了 有了词了 回到屋 拿笔就写 写的什么对子呀 门心的 什么叫门心呢 就是在这大门上贴的 这种对子呢 差不离五言的多 什么中后传家酒啊 诗书记事长啊 这就是门心的对子 这孩子也写个五言的 上连写的是 门对千颗竹 下连的是 家藏万卷书 他拿这个丞相花园子 这竹子为题 门对千颗竹 下连写着 家藏万卷书 横批写了四个大字是 大块文章 写完了越看越高兴 没写屋子对子 赶紧的刷酱子 就把门心对子贴出去了 贴完了这个高兴了 在大门一关 回到屋里头 再写屋门队 什么这个造王队 福字 佛字 横批 抖方 出门见喜 抬头见喜 春条 货他一人折腾开了 他这折腾不要紧 嘿 想不到 这副队子惹了货 怎么惹了货了 他把这副队子贴上 摆大门一关 正在这功夫 当朝宰相 曹丞相 这天下朝回家 坐轿人台 色人的轿子 前边有他的佣人曹安 带头了骑着一匹马 在过去那叫银马 又叫顶马 怎么叫银马 就是轿子头了 引着这轿子走 轰散闲人 闲人闪开 老太太 抱着孩子进胡同 大人过来了 相爷过来了 轰散闲人 这个丞相呢 坐的是亮轿 把这轿帘打开 两边的窗户帘也不挂 丞相捋着胡须 勉然而笑 看看过年太平景象 看看这些街上的红男绿女 他呢 这个丞相是南书房的老师 什么叫南书房啊 就是在那档 这个皇上念书 这叫南书房 他呢是玉老师 就是皇上跟这丞相念的书 他是玉老师 曹丞相有学问呢 他呢 打着这轿帘 就为看两边的 买卖地的匾额 再看一看这个对子 看看怎么样的词好 比例好 他爱惜这个 可这丞相有个怪脾气 什么脾气 过去有这么句话 说大人不见小人怪 宰相肚子 有海寒 叫白了是宰相肚子 冲海船 他这肚子 甭说海船 摆摆的都摆不开 心侠量窄 这么个丞相 他这个心呢 人大伙给寝面叫 苍蝇心 蚊子胆 就这么一点 心侠量窄 看这对子写得好啊 爱惜他也生气 不好啊 他也生气 就这么个人 捋着胡须坐在轿子里 一看两边的买卖 一看这个 脱山宝 换国宝 宝归宝地 以乌金卖黄金 金满金门 哦 这是梅铺 又往前走 一看这个 进门来乌云秀逝 出户去白面书生 哦 剃头捧 又往前走 一看这个 嗯 这幅对子写得不错呀 啊 很好 哎 这 哦 金鸡未畅 汤鲜热 红日东升 客满堂 早堂子呀 嗨 往前走着走着 老远的呢 就看到这个豆腐房 门心这儿 贴着副对子 这个轿子 离这个豆腐房啊 还挺远的呢 他就看见了 可没看见呢 什么词 就看见大红纸 门心对子 宽呢 丞相一看 乐了 乐什么呀 心说这豆腐房 真能起荒 老早八早的 怎么又摆对子贴上了 嗯 我听人说这豆腐房家里头 六辈子没有一个认识字的 啊 前几年 前几年那对子贴的都多可笑啊 人知道他们家不认识字 诚信拿他们家耍笑着玩 那年贴那对子我还记着呢 生意兴隆通色海 夏连市裁员茂盛 打三江 人家知道他们家不认字 给写了个财员茂盛 打三枪 他们也贴上了 这还不算 上链贴的下链 下链贴的上链 哎 横辟色字 倒着就贴上了 怎么今年 老杂八杂的 又摆对子贴上了 啊 不定什么词呢 丞相就笑了 捋着胡须 这个轿子呢 就到豆坊门口了 就看见这字了 上链是门对千颗竹 丞相捋着胡子一愣神 啊 这一啊 手一哆嗦 把胡子弄下两根了 嗯 怎么这么疼 哦 胡子掉了 呵 这豆腐坊可乐呀 门对千颗竹 拿我的竹子为提 哎呀 豆腐坊出了能人了吧 什么样的才子 给写的这幅对子 好 上链好 门对千颗竹 待一看下链 家藏万卷书 呸 胡说八道 我是当朝一品 位列三台的宰相 南书房玉老师 当今万岁 皇上跟我念的书 我也不敢写 家藏万卷书啊 你们这么一个小小豆腐坊 敢写家藏万卷书 岂有此理 丞相不高兴 丞相不高兴 再一看这幅对子 看完了一桥横匹 心里更生气了 大块文章 胡说 豆腐坊吗 应当写大块豆腐 怎么会大块文章呢 可恶可怒 可恶可怒 曹安 这个曹安是底下人投了当银马 相爷一叫 鱼 赶紧滚安下马 此和爷什么事 赶紧到豆腐坊 问一问 这幅队子什么人所写 把队子给他夸吃下去 把人锁了 见我 是 主人多大 奴才多大 呵 悦武扬威 翻豆腐坊 曹安往这走着 相爷一想 哎 曹安 等一会 是 此和爷什么事 问我想想 自己一琢磨 我要让他去 摆队子夸吃了 摆人锁了 人家有什么罪了 即便我能判他罪 大伙都得说我 仗势欺人 以官妻私 以大压小 我不能唠这个 一想 有了 嘿 这对子 我让他自己夸吃 对 哎 曹安呢 赶紧的 打到回府 是 打到回府 回到相府 到了书房 曹安打洗脸水 漱口水 漱洗以臂 做些喝茶 相爷这么一想 这幅队子怎么办呢 不让他名夸吃 哎 有嘞 我让他这队子 骂提 他自己 就把他夸吃下去了 门队千颗竹 你好加层万卷书啊 你要看不见竹子 你怎么加层万卷书啊 对 丞相想在这儿 曹安 啊 那侧和爷 赶紧的 到花园子 找着花把是王三 挑水的赵四 门房的老刘 连你你们色人 到后花园 拿刀子 把这竹子帽 削下半截去 借着墙都扔出去 由墙外头 往墙里头 一颗竹子 看不见为止 快去 是 曹安也不知道 什么事 赶紧到花园子 找着花把是王三 挑水的老刘 门房的赵四都找着了 赶紧的跟我削竹子 大伙拿刀子 戒着咔嚓 戒着咔嚓 曹安心里也埋怨 花把是王三 也埋怨 这是什么事 大年纪不让我们休息休息 你这玩意 没事给竹子剃头玩 干嘛用啊 这个 还接钱扔出去 气得咔嚓 稀了花了 气得咔嚓 接钱都扔出去了 削了半截 然后曹安来到书房 跟爷回 这个竹子 依然都削下半截去 全扔出去了 打外头还看得见吗 看不见了 去 到豆腐房看看 这幅队子夸吃下去了 爷 您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 我刚才看他那幅队子 可气 门队千颗竹 加层万卷书 他家里有一万卷书 一个小小的豆腐房 我要让他 咔嚓下去吗 归为我 以观其思 仗势欺人 这个呢 我把这竹子帽呢 削下半截 让他打外头 这么一看呢 一颗竹子没有 他门队千颗竹 还加层万卷书 他门队墙头 他怎么加层万卷书 你去看看去 是 曹安赶紧的 就往豆腐房跑 跑到豆腐房这一瞧 哎 怎么怎么回事啊 怎么又长出一块了呀 赶紧往书房跑 跑回来 跟爷回 对他夸吃了 他没夸吃啊 不但没夸吃 他又长出一块了 丞相说 胡说 这对子有往外长的吗 是跟爷回 他又多出俩字了 多拿俩字 一个短字 一个长字 啊 那怎么念呢 念着还挺好听 怎么念的 门队千颗竹短 家长万卷书长 丞相说 啊 嘿嘿 其有此理 我这竹子短了 他这书倒长了 这是怎么搞的 什么人写的 什么人写的 我得说明白了 还是谢进写的 他怎么又添这么俩字呢 是这么回事情 他不是贴完了大门口这幅队子 回到屋里又折腾去了 什么春条啊 抬头见喜 出门见喜啊 写着写着 这孩子忽然间一想 嗯 我这幅队子词这么好 那甭问 门口啊 一定围着人看 我看看你 小孩好奇 开个大门一脚 呦 一人没有 本来嘛 这队子多好 人也不至于围着这大门看呢 又是一门新的队子 人打着路过一看 门队千颗竹 家长万卷书 大块文章 嘿 豆房有能人啊 这队子很好 也就过去了 哪能围着人看呢